店價才剛上漲 我們就要來收碳費了嗎 很進步為什麼要收碳費呢 這一次是針對大財團來開刀 所以跟一般民眾 其實沒有太直接的關係 為了這些有錢的大財團 他在這邊到處的遊說 你給我少收一點 這些都是 不可以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碳朵吉尼的節目 我們用碳來碳朵吉尼 每週四晚上十點 潘漢森帶您一起來掌握世界新趨勢 大家這位探大財 請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今天我們要談的是碳費 店價才剛上漲 我們就要來收碳費了嗎 環境部為什麼要收碳費呢 因為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通過了氣候變遷陰影法 為什麼要通過氣候變遷陰影法 因為現在全世界 非常嚴重的氣候變遷的危機 而我們當時也跟大家講 上一次發發風災的時候 整個東海岸全部都是樹木森林的屍體 氣候變遷非常嚴重 我們要面對氣候變遷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開始碳排放 從以前免費隨便放 現在要開始收錢了 所有排放溫室氣體的人都要負起責任 特別是這些大財團 這些高排放的公司 都要負起這個責任 因為氣候變遷 為了改善環境 所以我們碳 開始要進入碳定價時代 所以我們要開始課增碳費 這是第一步 未來還有更好的制度 碳稅或是碳交易 都會慢慢的推出 第一方面呢 就是歐盟出現了一個叫做 西奔 碳邊境稅 也就是說呢 你東西賣到歐盟 它就會開始計算 你排放了多少溫室氣體 然後開始跟你課稅 那與其我們錢交給歐盟 我們不如台灣自己 先課一點碳定價的費用 不管是費或是稅 因為根據WTO 都可以重複課稅的原理 只要同一個理由 在我們國內課稅了 到歐洲就可以不用再課 那我們剛剛講了 為什麼原因要課碳費 氣候變遷 寫在法裡面的 所以我們用氣候變遷課的碳費 未來到歐盟 就可以去抵減同樣品質的稅 所以我們這兩個原因 我們就推動了碳費這樣的制度 碳費要怎麼徵收呢 現在是授權環境部 來做這個規劃的呢 就是每年排放2.5萬噸以上的公司 就要課增碳費 所以要先做盤查 其實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 叫溫管法 這個是在氣候變遷法的前身 他就已經要求所有的大企業 要做碳的盤查 所以已經慢慢有這些數字了 我們就知道 哪些人碳的排放量 有到2.5萬噸以上 我們就要叫他講這個碳費 所以這個2.5萬噸 是目前規劃的起徵點 所以跟一般民眾 其實沒有太直接的關係 這一次是針對大財團來開刀 而且是針對黑色污染排放的大財團來開刀 我們可以看我們這張圖 這張圖我們之前就跟大家講說 我們這個一系列探短集的節目 就是要跟大家分析 目前這個人世界的探定價趨勢 探定價趨勢有兩種 一種是強制性的 一種是慢慢來 不是硬的這一種 是自願性的 我們關於碳費這個 它是強制性的 碳稅也是強制性的 歐盟的稀本也是強制性的 所以這一邊就可以拿來做抵檢 歐盟的岸邊境稅 也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所以全世界都開始了 有這個強制性的 碳定價的這樣的趨勢 我們台灣的碳費能不能完全抵檢呢 首先我們先看 歐盟的岸邊境稅 這個稀本現在費用是多少 現在費用很高 他要嚇死了 就是大概100歐元左右 也就是大概3000多塊 台灣現在規劃的碳費是多少呢 其實大概只有300塊或是500塊 有人說只要收100塊就好了 所以其實我們台灣的碳費 只是人家的一點點 可能1.10分之1而已 所以我們能夠抵的時候 也只能最多抵到1.10分之1 真的可以抵到1.10嗎 其實我們很多的環保團體 很多的學者 也在跟環境部提出了質疑 因為依照環境部 依照立法院通過這套法律 其實台灣的稀本 台灣碳費你要去抵歐盟的稀本 可能沒有辦法完全的抵 為什麼呢 我們這張圖有畫圈圈的有畫XX的 圈圈的地方就是可以抵的 XX的地方就是不能抵的 碳費原則上是可以抵的 碳稅是一定可以抵的 排放權的交易也是可以抵的 但是我們要看到碳費這邊 為什麼打了兩個小叉叉 這兩個叉叉呢 它的定義裡面 它的排除條款裡面 它第九條排除條款就說 如果你有優惠費率要扣掉 因為優惠費率是不行的 如果你有補貼廠商也是不行的 所以當我們在台灣 我們的環境部 為了推動碳費 為了這些有錢的大財團 他在這邊到處的遊說 說你給我少收一點 所以我們現在的碳費制度 還開了很多的小門 開了很多的後門 讓這些財團來走 包括有優惠費率 如果你做得好 我就給你優惠 然後收到了錢 我們右手從這些廠商收到了錢 這些廠商可能左手又拿回去了 怎麼拿 他說我要節能減碳 我要買一些設備 你能不能給我補助 他又拿回去了 所以我們有開了很多小門 這些在歐盟的C-Ban裡面 都是不可以 所以我們的碳費 歐盟的C-Ban 在金額上 已經只有人家十分之一 我們還東則西扣 七則八扣 所以我們的碳費比C-Ban 只能抵一點點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上 這個就是大家聽到會害怕的事情 因為現在是2.5萬噸 政府說2.5萬噸的門檻是第一步 第二階段這個門檻往下降 可能2萬噸 可能1.5 可能一直往下降 有一天降到我們所有人都要繳碳費 我們所有人都要去計算你的碳足跡有多少 不用擔心 不會到那個時候 因為這樣計算起來成本太高了 很多中好企業現在也很擔心說 會不會哪一天要開始收碳費 那我們還要做盤查 盤查要錢 繳碳費的錢 希望政府在規劃這個碳費的時候 就要把這個時程規劃出來 現在是2.5萬噸 什麼時候會降到2萬噸 什麼時候1.5 什麼時候5千噸 讓所有的中好企業都能夠提早做好準備 也不用讓所有中好企業現在就要擔心說 我是不是要急著趕快來做碳盤查 先不用等政府的這個時程出來 你再慢慢來做 除非你是要做這個比較軟的 這個志願性的碳定價 你可能也要開始做這個碳盤查 其實一般的中好企業是不會收到的 我們一般民眾呢 這邊我們看這一張圖 會不會收到碳費 還是碳稅的這一張圖 我們碳費它有三種收的途徑 包括說你是油品的生產 可能就會被課碳費 如果你是電力的生產 也會被扣碳費 如果你是商品的生產 比如說你做鋼鐵啦 你做了這個晶片啊 你的排放量超過2.5萬噸 你就要繳碳費 一般民眾是不用的 一般民眾可能是間接的繳了碳費 但是呢 現在這個碳費呢 收的錢那麼少 你看歐洲是收1000塊台幣 那麼大的碳費 台灣只收100、300或500 那那麼少 所以分擔到我們每個商品上面 其實很小的 有人說現在要開始收碳費 要綠色通膨 房價要漲了 告訴各位 這都是這些廠商在騙的 假借碳費的名義在通台物價 我覺得公平會應該要來處理這些公司才對 其實碳費目前跟一般民眾是不會有這麼大的影響 對啊我也覺得很奇怪啊 為什麼要偷偷拉拉 大家知道這個 先講一個歷史的故事 這個溫室氣體減量計管理法 就簡稱溫管法 這是氣候變遷法的前身 也就是說呢 在十年前 在那個時候我們那個法案在訂的時候 就有說要碳稅、碳費還是碳交易 那時候財團就跟政府游說 我這個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我們用碳交易好了 我們要鼓勵大家這個怎樣怎樣怎樣 要用碳交易 我們之後會跟大家講 其實碳交易或是碳稅 這兩種定價的方式 碳定價的方式 最終達到的結果都會一樣 但是他們為什麼一直想要用碳交易 這個秘密我們之後再來說 總之呢 那我們要先走碳交易 結果碳交易的前提是什麼 我們要先做碳盤查 要先做碳盤查以後 要做總量管制 然後再來做交易 結果那麼長的時間 快要十年了 盤查到總量管制一直都沒有實施 結果歐盟又開始 課徵這個碳邊境稅 所以就說我們要不要來 用比較快一點的方式 碳費先來做好 因為碳稅要調整整個國家的稅制 比較複雜 我們先做碳費 只要環境部 當時是環保署 只要一個部會決定了 就可以來課徵 這比較簡單 所以當時有個口號叫做 碳費先行 以後再來做碳稅 結果呢 這個碳費先行就拖拖拉拉 本來當時立法的時候 就說今年要開始課徵 結果環境部又開始解釋 另外一套說法 就是今年計算 明年繳費 就像我們所得稅這樣 又拖了一年 結果現在呢 我們就說你這樣課徵明年要收錢 廠商就要開始預估我的生產成本 所以因為生產成本就會影響我的定價 所以廠商就希望說 政府趕快把費率訂出來 結果在這個訂費率的過程 大家在那邊爭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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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沒有爭吵到多激烈 但是環境部就說 現在可能三月訂不出來 五月好了 可能往後也到下半年去好了 下半年訂的時候 廠商一定會又說 哇這個下半年才訂 我們這樣應變不及啦 所以是不是2025年才開始課就好了 所以他們就一直拖 甚至於現在還有財團說 可不可以2030再來課 讓大家再多幾年緩衝 各位朋友 已經給你們緩衝十幾年了 為什麼要緩衝下去 所以他們就是一直在找借口 一直在拖延 而我們剛剛也講 這個暗費不能完全接軌這個西本 其實就有幾個原因 這些原因呢 也看到說他開了很多的小門 開了這些小門 你就要訂一些優惠費率的規則 你要先有一個減量計劃 然後環境部來審查 這個減量計劃 這減量計劃可行 好就給你優惠費率 優惠費率 如果幾年之後 你沒有達到這減量目標 再把他這個優惠再收回去 再來補強 哇整個制度弄得很複雜 另外還有這個補貼的措施 那甚至於最糟糕的 現在2.5萬噸 他還說這個2.5萬噸開始課增 我們就2.5萬噸的上面一點點 才開始課增 2.5萬噸以下就不用課增了 又開始扭曲這樣子的做法 即使他從環保署升格變成布了 他在整個政府裡面還是非常非常的弱勢 經濟部還是很大聲 這些產業的生意還是很大聲 這些財團的生意還是很大聲 所以碳費即使是歐盟吸奔的十分之一 連一點點的綠色通膨 幾乎都不會發生的 只發生一點點的 他都要拖延 我覺得這些財團實在很糟糕 他們一方面在ESG那邊講得天話亂墜 說他願意來做減碳 但是另一方面在我們這邊要收碳費 好像他就要拔一層皮的樣子 其實只拔一根毛 他就說他拔一層皮 這都是非常不應該的行為 我們希望政府應該要硬起來 趕快課增碳費 不要再拖了 我們下一集就要來談一下 碳稅究竟是一個多麼好的制度 為什麼學者都認為應該要課碳稅 而環境部卻說碳費就好 我們下禮拜來講最棒的碳稅 而且碳稅我們一般民眾還可以拿到碳紅利 有這麼好看嗎 下禮拜鎖定我們的節目 每週四晚上的10點 我們準時播出 我帶大家一起來掌握世界的新趨勢 大家這會探討